今年第一个聊国季 我们要带来聊的就是这个员工的话题 相信现在马上要过农历年了 或许大家可能对职业上也有希望 做一些调整的地方 不过以年轻世代来说要求职 他们非常看重的就是四大价值 104人力银行就统计说 其实企业平均每通知五位的求职者面试 只有一位是真的可以进到这间公司 而且其实现在要找员工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员工的平均招募添出是47.7天 比前一年还多了2.2天 主要是这个时代的员工 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完全只有薪水 还有很多其他的价值情况 我们先来关心到最多人最看重的 当然还是这个薪水贷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经济报酬像薪资条件 还有相关的奖金福利管理制度 是非常清楚 而且他们也非常看重的 当然还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组织的安全与安定 尤其在疫情过后 很多人希望说工作还是稳定一点好 其实工作有保障 也让他们特别看重 而且转职的心态和求职的心态 也越来越保守 还有第三名就是人际价值 你怎么把个人跟工作当中的生活 来进行平衡呢非常重要 尤其是八九年级生是相当看重的 还有第四名是 你有没有办法有新的成长机会 像是在公司当中有非常多学习的机会 还有课程等等 帮自己的能力来加值 不过其实现在全球大缺工台湾也一样 所以说相关单位就很希望 可以把移工变百里 甚至也规划了很多的课程 让他们去上 但似乎成效有些不长 感谢各位老师帮忙我们 在圣诞树前录制影片 谢谢老师平时的教导 他们都是建国科技大学 移工专班的同学们 不只课堂上认真学习 私下也培养好感情 一同在台湾打拼 那原则上我这一班同学的华语程度都很不错 那学习的态度也是很好的 有同学表示 学习电子本科的专业科目 对于他的工作操作机台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配合教育部和劳动部的政策 依据国发会2021年发表 强化人口及移民政策执行架构 及做法规划 让移工接受在职教育 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产业缺工困境 另一方面对于学校端 私立科大声援不足 或许是个新的管道 但真正施行却困难重重 表现良好的移工因为有工作年限12年的限制 那起码就一定要回到母国 那无法留在台湾工作或是求学 那这个移工专班可以解决公司的流彩问题 我们有29个人报名 有14个人完成注册 那这个招生的结果其实不胜理想 那可能是宣传不足 截至112学年度 第一学期统计 移工在直径收专班 共有四所大学 每合了28家企业开设 合计有7个8 101位学生注册 这招生效果似乎不如预期 最早有意招募 移工的学校总共有11所 甚至像南台科技大学 也在今年夏季 办理招生说明会 期盼辅早台南地区的移工 转型中阶白领 不过推行上有难度 经过考量最终喊咖 专家就点出诱因不足 让移工兴趣缺缺 去上课这些时间 可能原本是他的加班时间 所以他会变成是 他要付钱出去之外 他没有另外额外的收入 然后第三就是说 这个进修的在职专班 其实除了让他取得学历之外 没有保障他在上完课 之后在台湾的其他就业的可能 根据劳动部统计 台湾移工人数逐年成长 从2013年底的近49万人 一路攀升至2022年底的72.8万人 也就是产业和社福移工加总 若能提升他们就读意愿 少子化危机下 对学校声援的添加是个解方 同时拿到学历后 也能达到继续留在台湾的条件 政策固然是美意 不过似乎也得更完善 我觉得学杂费方面的处理是要 有些适当的减免或是适当的补助 不应该让劳工来出这些全额的学杂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当他上完这些课 他真的取得了相关的学历的时候 应该要保障他在台湾的就业 而不是以现在状况 其实是看雇主要不要用你 有没有可能是开发出另外一种的 在台湾的劳动许可 有通涵各大专校院 把这个劳动部 他有一些相关对厂商的优惠措施 让学校和企业知道 他可以自己就定评估来申办本专班 另外想缓解私立大学 招生恶化循环 不少先进国家会考虑 透过双联学制 也就是强化和其他国家的合作 让两边的大学生 各在台湾和其他国家读两年 完成大学学业 同时还能体验到国外校园生活 是否也是扩增学生的一种方式 那有没有可能会另外衍生出来 也许两年的这样的一个 跨国就读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会变成假读书 真打工的一个状况 这也是未来如果今天要 透过双联学制去帮私立学校找生源 可能真的要留意 那双联学制 他要负担的是两边的学费 那学生是不是也能负担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学制的一个模式 要就经营育困难的私校 从招生条件到课程配置 开发各种不同可能性 也尽可能发展出各自特色 想从就有模式跳脱 前提是配套得更全面 TB的新闻 连志周德轩台北报道 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在过去几年 大家还蛮想去打工度假的地方就是澳洲 但其实在澳洲现在出现了缺工问题 尤其很多的农场里头需要采收橘子 条件看来蛮错的 一天只要工作6个小时 而且这个月薪就有台币17万 但还是找不到员工 主要还是受到疫情冲击的关系 没有错 疫情之后的确改变了全球的劳工市场 以疫情期间当行的边境管制 也导致了季节性的劳工缺乏 虽然说政府也给的补贴 不论是当地的劳工或是国际的劳工 但是针对这样子的危机 依旧是非常难以解除 现在其实在很多的外国媒体 也讨论到了澳洲缺工的问题 甚至从大数据的表现来看 的确在12月份的讨论声量破千 再加上你搭配每年11月到隔年4月 就是澳洲打工度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所以以这样子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刚好跟缺工一提合在一起 或许在今年申请量会不会比较多 也都是一个可以直接来观察的地方 再让我们来看到澳洲现在也很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移民来的太多了 因为从2022年到2023年的澳洲 净移民的人数创下了51万的高峰 现在他们希望把这个数字给压下来 因为这个数字是过去10年平均的两倍以上 所以说他们要紧缩的是国际学生 还有很多的机技能工人的签证规定 希望在两年之内把移民人数砍半 大概降到了25万 主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移民人口 还是第一个去留学的学生变多了 所以他们可以留在当地来找工作 甚至找到工作就留在当地了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很多人也都选择了到当地打工度假 还有国际学生也都造成了移民人口数上升的情况 所以现在相关的对应措施要怎么样来控制移民人数 第一个他们要提高应减成绩 还有禁止延长留在澳洲的时间 甚至他们希望要的是一些顶尖的移民 所以设立了专业签证 主要为什么要控制移民的人数呢 就是因为在当地造成一些生存危机 非常关键的就是租房的成本 或是买房的成本往上升了 澳洲的房价现在不断的往上飙涨 尤其在疫情之后的这个移民潮 为当地的房市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今年年初的澳洲的空房率 其实只有一个百分点 供给率这么少 其实也创下了历史以来的新低点 甚至租金也往上了 因为量少价就往上涨了 租金上涨了30% 而且供给是远远不及需求 所以说澳洲总理爱班尼斯才说 其实总观来看 澳洲的移民系统已经接近了崩溃 甚至已经崩溃了 所以才会希望控制这个移民的人口数 而且希望新建的移民除了要控制数量之外 在值的部分也要好好的来进行控管 再来关系到很多人 就是如果带着小朋友去搭飞机的话 因为餐点上的需求都会帮他选儿童餐 但是有网红就说了 他想要帮小朋友调整 却完全没有办法 在飞机上吃儿童餐 本来应该很开心 但小朋友已经12岁了 却不能换 旅游部落客颇文说 决定是一辈子华航儿童餐了 以前都帮小朋友选定儿童餐 原本讲说要吃大人餐 但竟然不行 自己试过从APP或网页更改 甚至到报道柜台也不能改 到服务柜台改也不行 最后他拿到这张值本表格 要填写资料才能更改 他也说这样确实有些麻烦 看看华航飞机餐 一般餐点和儿童餐 都有水果和餐包 但成人餐点主菜有饭 有肉有南瓜 配餐则是凉拌菜和饼干 儿童餐则是只烤的主食 花椰菜玉米 配餐有饼干泡芙 草莓牛奶 华航回应 会员里预设餐点更改 可以透过官网会员系统 自行变更 如果不会操作 也可以联系客服电话 或是表格更改 这三个管道 都能让旅客更改预设餐点 在登机前 只要提前办理或是询问 也能吃到自己想吃的餐 铁北新闻 宣传者草政人台北裁缝部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